這個球 主持人判定是壞球 那就獲得了四壞寶送 這個球就輪到 投手陳柯毅 笑笑的喔 哇但這個球 揮棒洛峰遭到了三陣 內角的變化球 K掉了承接線 是越來越高 但這個球也不用傳了 因為出現了四壞寶送 這個半局陳柯毅的第二次四壞球 果然是啊 這個球打穿了中間方向的安打 現在二壘跑久了三壘之後 回到本壘攻下分數 贏安可 溫安可 安打囉 而且我們看到喔 這顆球其實打出去到外野草皮的時候 是有減慢的效果 那你安可的擊球 其實中外野手 陳陳薇喔 也守得非常的深喔 所以在處理這顆球 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哇這個是同時對現階段 最需要的事實安打 對 安打就可以得分的機會 但這個球是一個明顯的壞球 出現了四壞寶送 這個半局陳柯毅第三次的四壞球 宇洋同事對攻戰的蠻累 這個球撈起來打得扎實在左邊方向 遭到截殺 不過應該有機會行程高飛先打 沒錯 潘傑凱滑回了本壘攻下了同事對 這場比賽第二分了 潘傑凱剛剛滑回本壘的時候也蠻振奮的喔 對 在把握住的這顆曲球 陳柯毅對於這顆曲球的掌握性也非常高喔 今天陳柯毅雖然兩次的打擊沒有完打 但是兩個球的擊球內容都還不差 都非常的好 沒打好 形成了一個衝天泡舞球機首應該是已經掌握住了 這個飛球遭到的接殺 結束了這個半局師隊的進攻 不過在這個半局師隊這邊是靠著 四塊球保重跟 適時的推進攻下兩分 現在是取得二比五線